那麼圍繞著前中共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一案 近期在中國國內的媒體上 是出現了報導放風又被刪除的現象 有評論認為 這顯示出徐才厚案正在加速處理 已經接近尾聲 但即使是徐才厚死了 和他相關的大老虎還是要被揪出來的 今年第32期的《鳳凰週刊》20號刊登封面故事 國賊徐才厚查抄內幕 披露了徐才厚案的查辦內幕 徐才厚查出數量驚人的金銀財寶 以及家人涉嫌貪腐等內容 這則報導在北京時間11月20號下午 被大陸各大網站以媒體披露徐才厚 被查抄內幕為標題轉載 但當天晚上所有轉載又都被刪除 這似乎印證了海外中國數字時代網站 在20號凌晨披露的中宣部密令 密令說對徐才厚案一律以權威媒體統一口徑報導 各地網站需嚴格檢查有關此案的相關報導 如出現問題將會嚴肅追責 不過第二天 微信帳號政治局再次從《鳳凰周刊》的報導中 挑選出徐才厚案的10個細節 隨後被北京網等媒體轉載 除此之外 由多名中國記者聯名登記的微信公號查詩局 在23號發表題為《徐即使病逝》 案件仍將深挖 開打新老虎的文章 文章認為 近期媒體披露徐才厚案細節 以及其他一些動向顯示出徐才厚可能已經病危 案件正在加速 進入收尾階段 文章還說 本月去徐化大掃除正在軍中進行 即使徐才厚病死 系列案件不會停止 有關徐案的系列動向也顯示 軍中正在深挖另一隻大老虎 除了和徐才厚同級別的大老虎 近期媒體的報導中還影射了他們身後更大的老虎 例如《鳳凰週刊》的報導就披露 上世紀90年代提拔出身一般 才能平平的徐才厚的伯樂 是一位山東級的某軍隊正攻系統高官 報導沒有具體點出這位高官的名字 但是說 農家子弟的徐才厚出身貧寒 素無背景 能在軍中扶搖直上 與該官的賞識 選拔和一再推舉不無關係 而《新加坡聯合早報》則引述北京有關人士指出 徐才厚1999年任中央軍委委員 總政常務副主任 2002年中共十八大後任總政治部主任 2004年任中央軍委副主席 2007年任中共政治局委員 中央軍委副主席 達到其仕途的最高峰 這些升遷恐怕就不是某個正攻系統的高官能左右得了 近期 除了中共軍隊的腐敗越來越多的曝光 總部設在美國的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公布的證據顯示 徐才厚掌控的中共軍隊總後勤部 直接參與了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系統性犯罪 面對這些證據 中共當局到目前仍舊沒有回應 現在資訊捕捕捕捕捕捕捉了